我是压根不想看啊 我知道你们想看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效果 大家好 我是男爷 欢迎来到科技美学 大家次的首发开箱节目 今天这个平板电脑 是我盼了很长时间的 一款非常特别的产品 没错 这就是来自于 努比亚的立体平板 名称叫做努比亚的Pad 3D 说实话 过去这些年 各大厂商或多或少 都曾经尝试过 能不能在手机 或者是平板设备上面 玩出一些花样来 包括一些做立体设备的 也曾有 但是呢 好像很难取得成功 所以这次努比亚 敢于做这样一款产品 我自己还是非常期待的 不管最终它在市场上 在商业上 是否能够取得好成绩 就凭它敢去尝试 就是值得鼓励的 要不然的话 大家都是只堆性价比 只去做一些常规的产品 那就太无聊了 不废话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款3D立体平板 到底真机如何 微博中一目了然 都不要拍的3D 很商务范的感觉 同时呢 有画面浮出屏幕 期待如此 其他的平板电脑 也有这样的包装 但一般来说 那是示意图 但是这一台 是可以真的出来 盒子相当厚实 而且这里面 居然还做了一层 厚厚的海绵 来保护这个屏幕 可见这台机器的 一个重要程度 拿起来 还是有点重的 有点压手 收集线材 拿在手里 平直且硬朗 首先定义一下 这台机器 是比较厚的 相比较于 普通的平板电脑来说 它明显要厚一圈 但是也可以理解 屏幕比较特殊 而在镜头部分 就额外的特殊 你可以看到 这是3D镜头模组 也就是说 两枚镜头 承载了同样的去采集 现场效果的一个画面 下方还有额外的金属触点 显然后边还有相关配件 扬声器部分的底部两个 顶部两个 四扬声器的一个配置 好 我们拔出它的卡槽部分 它是支持TF卡的扩展 也就是说 它的空间部分 就不用担心了 来看重点这块屏幕 需要说明 这块屏幕的上方这里 你还是可以看到 两枚镜头组 也就是说 它的前后 各有两枚镜头组 承载不同的功能 下面咱们抓紧开机 怀着激动的心情 我们再次强调 这是一款实验型的设备 或者说前瞻型的设备 如果回忆一下 目前市面上 所有的一些 3D型的大屏设备 你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可以盘点一下 价格可都是不低 好了 平板介绍了半天 这都是次要的 来看这款平板 最大的卖点 就是3D呈现 立体呈现 在镜头里面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出来 它的相册里面 内置了很多三维画面 这些视频或者是图片 我们通过肉眼看到它的时候 都能够看到它是浮出来的 来吧同学们 能看到效果打个1 看不到效果打一个2 我看有多少同学和我一样 看不出来效果 好不开玩笑 实际上大家看到 在下方会有2D和3D两个选项 那在2D选项里面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图片 我们当然希望这位女士 能从画面里面走出来 那如何呈现呢 别眨眼睛 咱们现在开始 我们切换到三维模式 你就能看到 那这个女士 她就浮在屏幕上方了 它和背景是完全分离的 而这一切 你可以通过裸眼的方式 不需要戴眼镜 不需要任何其他额外的辅助 就能在这个屏幕上呈现出来 那第一次看这个效果的时候 还是挺神奇的 忍不住 我想看看它的侧面 是吧 好 那我们来看到这边3D画面里边 有很多的素材 这些素材都是可以变成3D模式的 想想来说还是挺神奇的 而且在这么大一块屏幕上 当然可能会有同学聊到说 就这我以前见过 确实 之前如果你玩过任天堂的3DS 或者是看过其他的3D立体 呈现设备的话 也能呈现类似的效果 那这里的话呢 它的特点主要是 你可以拍摄一些自己的三维画面 包括它的前置后置都是双镜头的 你就可以拍摄出来 类似的这样的悬浮出来的画面 想象一下 如果你去拍你的女朋友 那你的女朋友呢 就可以从背景里面走出来 变成纸片人在你的面前呈现 来吧 朋友们看到这里 大家给这个效果打一个分数吧 满分100 你打几分呢 看完了刚才的介绍啊 你肯定会觉得奇怪啊 就这就浮起图片来了吗 有什么意思呢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直到我发现它里面还有神奇的地方 比如 我们看到这里面还内置了一些三维程序 你能清楚的看到很多行业用户所使用的画面 比如说这个汽车的拆解图 你能通过三维的方式啊 去详细的看到一些行业用户很有用的知识 而这些画面呢 都是可以通过3D画面立体呈现 坦白讲啊 这样看的时候呢 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我肉眼能够感觉到 这台车就呈现在我的面前 当然啊 看到这里肯定会有观众吐槽啊 你能看到 我们看不到啊 没问题 我们让你看到 当我们切到3D模式 你能看到下面的画面 没错啊 模型库里面展示出来的汽车模型 真实的呈现在了屏幕上面 我肉眼观看的时候 确实还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可以想见啊 如果你是一个行业用户 或者是专家 需要查看某样东西的时候 一个2D画面和一个3D画面 所能呈现出的感觉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呢 这个3D模型是全方位的 在里面 你可以调整任何的角度 去查看它都没有问题 这样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感觉啊 确实 有点意思 好 除了上面这些惊喜之外呢 还发现一些额外的 One more thing 什么意思呢 刚才这些都是行业用户 自己找到的内容 如果我们能够自己 把自己喜欢的模型导进去 那就好了 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外的软件啊 叫做LayoutView 然后我们可以点开加号 点继续 这里你就可以导入 自己找到的模型 我们这里发现了 它能导入常见的 包括OBG和FBX模型在内的 这个玩法可就多了 它里面内置了一些游戏模型 虽然很好看啊 但是这些根本就不是我想看的 你们猜我想看啥 没错啊 我想看就是这个 没错啊 这就是你们想看到的那个效果 我帮你实现了 这个模型呢 你确实可以找到之后 自己导入进来 找这模型老费劲了 不过找到之后啊 你就可以真正的 不戴眼镜啊 裸眼的全方位的去观察 你想看到的模型 我是压根不想看啊 我知道你们想看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效果 那实际上肉眼确实可以看到这个模型 它生动的呈现在屏幕之上 而且呢 你在任何的角度去观察它 都是可以的 甚至可以看它的背面 来个同学们 满分一百分啊 对这个效果打个分数吧 这还买什么手办呢 好了啊 不开玩笑啊 这个这些都是我们模拟画面实现的啊 其实呢 肉眼看到的时候啊 分辨率会比这个呈现出来的 要稍微低一点啊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3D屏幕 另外呢 就必须要跟大家说啊 建议大家呢 还是要行业用户来使用 刚才咱们看到啊 不管是官方提供的一些内容 还是我们找到的模型 它的内容获取啊 都是比较麻烦的 需要有一定的门槛 虽然呈现出来的效果呢 很新奇 但是我个人还是建议 行业用户来使用 个人用户啊 有机会的话 可以到店里面 看一看实际的效果 再做决定 普通用户的话呢 如果要想找到这些内容 应该是要花非常大的精力的 所以这个产品 它的尝试啊 我个人是坚决支持啊 非常的赞许啊 也很鼓励 但是呢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你如果想购买的话 我个人建议 一定要看一看时机 再决定 不过我觉得啊 整个市场里面 一直缺乏 这样尝试创新的产品 不管它是不是 未来能够在商业上 取得成功啊 都期待 它们家能够继续的坚持 做下去啊 探索下去 加油 最后啊 购买建议 建议行业用户 学校愿起 研究机构可以尝试 普通用户呢 看一看时机再说 公子 公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